好 第十九題呢 請看一下 第十九題它說呢 請你去畫-6x3-2x加1 然後去減掉2x2方加x加6 減掉x3方-7x平方加2x-4 這裡的話還記不記得 加減是不是就用同類相合幣 那這邊第一個步驟是要先怎樣 去刮號 所以來 抬頭看一下喔 就當作負型 我去刮號的時候是不是 要注意正負號 減2x平再減x再減6 這邊減x3方 這裡負負得 就是不是加7x平方 減2x再加4 這樣有沒有問題 然後呢 就把同類相合幣 什麼是同類相 比如說這個是三方 這個是三方 對不對 6x三方減掉x三方 是不是等於5x三方 對不對四選 好 再來 二次方的有幾個 有這一個跟這一個 減2x加7x 所以是不是加5x平 所以是不是加5x平 對吧 然後再來一次方的 欸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都用一樣的符號去做 記得喔 用一樣的符號可以提醒自己 不要看錯了 而且呢 每個都找到 比如說這裡減2x 減x 再減2x 是不是總共減了5個x 這樣有沒有問題 然後最後常數上的 加1-6再加4 所以這邊是不是-1 這樣OK嗎 可以齁 都可以 可以的話 自己把第二題 我一樣講一下 這個是只有小括號的 再來呢 中括號的怎麼辦 中括號的我會建議你來抬頭看一下這邊 怎麼樣算比較快又正確 你可以一樣 先化減中括號裡面的 裡面是5x三方 減3 加2x平 加x 減4x 三方 然後負負得正 所以是加2x 負負得正 所以是加3x平 然後負負得正是加5 所以我們看一下 中括號裡面合併起來的是多少 你也可以怎麼樣你知道嗎 去掉這個 剛剛是不是去掉小括號 再來可以去掉中括號 如果你還不想要算分兩次去計算的話 那你就去掉這個中括號 那不就是減5x三方 加3 減2x平方 減x 加4x3 減2x 減3x平 減5 是不是就這樣 最後呢 再把同類的合併 OK 所以三方先 減5加4 所以是多少 減5加4 是不是就是減1 就是負1 然後再來二方的有這三個 1 2 3 減2減3再加1 所以是減4x平方 可以吧 好再來一次方的有沒有 一次方在這裡 跟這邊 所以是減3x 好最後常數上的是這一個 跟這一個 中間都沒了嘛 所以是不是解2 這樣有沒有問題 就複習一下 不要用操的 這邊呢 請你動筆算 1 1 2 2 3 2 3 4